大家好,我是Gin 经常听到有人说想吃手工面 但是呢,不会做,或者有些麻烦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剪刀面 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技能 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做和面的菠菜汁 菠菜洗净加入到搅拌机中 加一定量的水,打成菠菜汁 没有菠菜,你也可以用胡萝卜 如果先麻烦,你可以省略这一步 直接用凉水和面就好 榨好的汁过滤一下 如果榨的汁足够细腻 其实不过滤,直接和面也可以 普通面粉中加入一丢丢盐,增加筋性 用筷子和匀 加入菠菜汁和面 水不要一下加进去,要逐量多次的加 先和成续状,然后下手和面 这个面团应该和的是比较硬一些的 硬面比较好操作 和好后醒面10分钟,然后继续揉 就容易揉的比较光滑了 把面团揉成一个椭圆形状 厨房剪洗干净就可以开剪了 像这样一边剪一边转动你的面团 不要剪的太粗,要剪的稍微细一些 面团不光滑的时候可以揉一下继续剪 是不是很简单呀 煮好后就可以下锅煮了 开水下锅 用漏勺推一推 煮至面条浮起来 再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了 用漏勺捞起来 如果想吃凉面 你可以过一下凉水 拌上你喜欢的调料就可以开吃了 我用的配菜是绿色的奶油小白菜 煮熟了放进去 再加两大勺西红柿牛肉鸡蛋卤 你可以做成纯肉的焦肉面 再浇上山西的老陈处一定是更好吃啊 这款剪刀面口感非常筋斗 你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